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好 回来今天是5月22日的啤梨晚报 今天就是我欧游之后 就是回来解释做节目 其实这几个星期都发生了很多事 最重要的是基本上 我的后容是非常非常痛的 我正后是什么呢 大约在十几天前 糟了 我现在开始讲得越来越多 已经开始发觉有些不对劳 那我就 在旅途之中发觉有些喉咙痛 喉咙痛是吞口出喉咙痛 没有发烧没有成 然后慢慢慢慢 第二天就更痛 第三天更痛 然后开始咳 是 回来到香港之后 我当然不会去看医生 因为我不相信医生 那我其实也是发觉喉咙痛 喉咙痛 但是喉咙好很多 嗯 是有些吞口水喉咙 喉咙痛 那我呢 就 未讲过那么多东西的 在这十几天里面 是吧 看看今天行不行 本来我还想说再休息两天 但是呢 实在是 太过劳碌了 只要找了嘉宾 都找了全港的KOL 是吧 Anyway 不要紧 我回到来呢 现在呢 首先吃个陈提檸檬 是 怎样吃最好 其实是应该开水的 你平时就这样吃一口 嗯 但是呢 我听了十五说 文学十八天 其实是开水最好 那我喝一口陈提檸檬 看看会不会 通常讲讲一下 就来的了 OK 啊 你想想好像中出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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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中出了 不是假的 好啊 先喝一口 是 我尽量不要用那么多力 喏 我在四月三十号 在旅途之前 最后一晚做节目 嗯 那一晚其实我非常忙碌的 因为跟着呢 我就要赶下去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我要去看这个 啊 城寨的围城 就是5月1号上映 嗯 但是四月三十号 就是余祖场呢 都不算是 其实现在的戏通常呢 星期四上 星期三晚会有一些 嗯 类似有一些 我以前呢 就是一周刊说星期三出 是 但是星期二晚就有了 是 龍虎门明明是星期四出的 嗯 星期三晚就有了 嗯 那通常就是那些 那些什么 藤河湾啊 佐敦道啊 就会有先的 现在是吗 那些漫画还是 现在 现在是很不定时的 我所知 嗯 现在因为没有什么 退多少本 OK 很难去作准 OK 好了 那你先看《九龙城大小围城》 看了 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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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觉得它的修改 反而 有一些 当然你要原汁越完美 你比不可能 不可能啊 是啊 但是它修改都得不差啊 挺正啊 OK 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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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其实我是带着很高的期待进去的 要防得更多了 那我看完那那一剎那呢 它没有我那期待是这么好看 但是我跟着呢 就回味 嗯 其实我打算我可能会弄理 呐 嗯 就是回味之后 嗯 嗯 那我呢 啊 我今天看到正的生一段影片 让我第六節先讲 就蕭先生呢 呼吁抵制这个九龙城寨的圍城 嗯 那他好像也不太抵制城寨 但是他就是抵制这个九龙城寨的圍城 抵抗一套電影 那是陳寶賽的 我留在一陣再說 但是我不會 我不會 要再進去看 因為第一 其實很簡單,是不是連坐 如果這樣說,我們要用那個邏輯 譬如 我們有時候見到,有一套電影 譬如我們說像有一個劉亞 劉亞塞 於是,大陸的劉亞塞就 這個人 我們覺得怎麼搞的? 劉亞塞令到這麼多 那是一樣的 那是一樣的 當然他可以 呼籲抵制,你可以繼續去看 或者你可以選擇 他的態度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這件事就真的很個人選擇 老實說,我就真的不想 再上綱、上綫 一件事情就一定會去到底 那當然在這十幾二十日 我基本上是完全不看新聞 其實平時我都不怎麼看新聞的 也沒有什麼好看 你要我花很大的精力去看 外電的報道 以前我也會 我現在用手機更方便 但是呢 我連外電報道 我都不太合心水 我覺得那些報道 我已經不是說那個角度 而是說那個事實 所以去旅行當然可以盡量不看 但是不看之餘 那你也不禁有 會有很多東西鑽入你 我都見到你 Facebook也有分享過的 我分享過的 我去看播 消失的檔案 是嗎?我有分享嗎? 是啊 我看完可能我 消失的檔案是說什麼 講劉細良 然後給別人 我有分享嗎? 你分享了陳喬 大女 然後有人在那邊說你 你是不是收共產黨錢 OK 我就真的不想講劉細良 那些事情 因為現在呢 其實呢 如果在這件事來講 我認為 我認為 我認為是非常清晰的 在這件事來講 嗯 當然呢 你可以繼續說我收好 共產黨錢的 嗯 其實呢 如果你說要評這件事 最可怕之處呢 就不要用這件事抽空來看 本來就應該抽空來看 一家文一家 但是呢 很多人事後 那些我不知道是受害人 還是什麼 再將 他歷年的祭遇 鋪出來 各位漢官 你就可以采取信任誰 當然呢 最為人救病的就是 他是不是吃人血饅頭呢 我覺得在我們這一行裏面呢 是不是吃人血饅頭啊 有沒有這個心呢 例如找我來避 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聽 其實我連一集成集的節目 都沒有聽過 所以我不能夠評論劉細良 是不是吃人血饅頭 你問我呢 我就覺得我不是的 那當然啦 為什麼要吃人血饅頭 起碼要供一些資料呢 是你們喜歡聽 於是我們 就特地去講 OK 那你說是 我就真的沒有什麼這件事 我盡量去避免 尤其是 更加多的時候 包括阿靖 我們講一些話 可能對我們的威挺 有傷害 是吧 老實講 喂 誰說黃人 我不說劉細良 是一定等格高尚的 就是這麼簡單的嘛 當然啦 我對我自己 我現在都覺得我自己是心花朵 是 如果細良 是呀 我自己安的 是 喂 如果他們這樣 他們就是不夠高明 他們 因為這些東西 老實講 你說要吃這些魚鴿街 有少了些人饅頭 我去D100啦 2013年 大班找我 我不懂得說嗎 嗯 支持肥佬黎 支持民主黨 是吧 而且我跟你說 絕對呀 就是講以前那班 在香港社會勸你找水 一定是找那班 年紀大了 D1 就是 這樣來形容了D100 因為他們的經濟人比較高 是吧 是吧 那我用力這麼辛苦做生意嗎 他自己賣東西 嗯 但是 你是可以sense到的 有時候 人呢 不要看別人的臉色 包括網友的臉色 嗯 就真的要靠自己 做人真的要 噢 你如果怕 是不是啊 哇 突然一轉風 他們撐梁天琦 我又要撐梁天琦 哇 噢你 我又要撐黃玉文 那我就很久沒有空 是吧 是不是 好想痛苦的 噢你 那當然呢 有些呢 即是你們極度不喜歡說的話 我都盡量不說 但有時候都忍不住 譬如 喂 在現實之中 我認識很多黃衛兵 你不要自己代入 是真的好氣的 噢 那個氣度是不比你那些 啊啊啊啊 你們所謂的藍絲氣的噢 真的 喂 這些絕對是事實來的 我覺得 那些我先不要說著 呃 我看了這個戲 那我看看會不會 就是說 你說入戲院二冊 它又未去到那麼高 啊 有些戲呢 是真的會二三四五冊的 啊 那現在票房很厲害 那我不知道它會不會衝擊到這個 7千萬 啊 讀事大狀 那但是 蕭先生這樣講一講之後呢 我就覺得它有機會衝擊到這個 這個 為什麼蕭先生講一講 說要抵制他 不知道啊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網友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這些網友 哇 我都沒看 本來都沒想著看 不過既然蕭先生這樣講完 我就今晚去買票 還要輸了一張票 哇 那都可以 是啊 五月十二號 是不是今晚了 那 喂 你這樣搞 我聽你的意思是 他一說這套戲不行 這套戲就收回來就可以 就是說你燈了 哦 那不是的 我不知道 那 城寨呢 那些人的賺慮景 其實是做得OK的 但是呢 喂 我真的要講一下 因為我之前都講過了 其實 因為可能我小 我小一點 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正式接觸城寨 我會進城寨 已經是七七七八年 或者七六七七年 因為我有九歲十歲 也太小了 我都不記得了 那我的同學 因為真的 城寨距離我的小學 我想真的只有一百多米 你知不知道我小學在哪裡 華德 就是墳場隔離 墳場隔離 就是華德 另外一邊的隔離 就是侯王廟 過程碼路就是城寨 其實真的是八幾米 所以我從小到大 我都經常鑽進去 那些年輕人 其實 有沒有見到人吃白粉 有 多不多 又不是那麼多 有沒有見到人說 什麼無上莊 真人表演 見不到 或者他都不會 他不是到處做的 他也不會見到你幾歲的年輕人 喂 年輕人 看鹹戲 他不會的 其實我反而經常進去吃 我沒有看牙醫 小時候 哪有牙齒病 但是 我就反而覺得 尤其是這套戲 去過 原場的時候 他不是特別拍一些 其實真的不關這套戲 他們拍下那些 所謂那些 臨時演員 他們平時在做事 做魚蛋 那些 那些 反而是我見到的場景 當然 我更加希望 如果拍第二 第三集的時候 其實很多故事可以發掘的 那自從這套戲出來之後 事實上也有很多人 比如說 潘廷卓 那個潘廷卓 就是那個鬼婆 那麼我覺得這些故事 都可以繼續去 繼續去 挖出來講 好了 那麼當然 這一節我們會講新聞的 但是每一節 我都會穿冊 講一下我的歐遊的小小感受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其實因為我今天我真的沒有什麼準備 準備一下正頂的東西給我 似乎不是很夠做六節 其實我這個經常會擔心 有時候我準備了很久 因為基本上兩個話題 都可以做到六節 那樣的 其他事情 好像現在這樣都做了十二分鐘 基本上都是節目 那麼 這個是我去得 人生之中最長的旅行 那麼 其實我去了第一天 一下機 我已經掛著香港 真的很嚴重 掛著公司 想做事 但是 既然去得到旅行 那麼我是連問都沒有問題 我找回來 做這些錢 什麼都沒有 我不理 如果不是呢 你會很痛苦 OK 所以我們在四月三十日 我看完那套城寨 還在整個腦裡 溫暖溫暖 關於這些回憶 據說 我看一些報道 現在幾個特別是 新進那幾個所謂城寨四少 其實城寨四少真的很好笑 為什麼呢 這麼說呢 除了胡子彤之外 其實那三少 所謂新人 二老大是新的 其實都不是很新的 近幾年 林公的四十幾 林公的簡直不是新的 是不是 喂 就算劉卓謙 現在彈在一起了 三十五的 開始彈 三十五的 OK 那我想一下 喂 三十五術 譬如說 當然時代不同 周潤發三十四歲 做賭神 那現在他們背不背得起呢 但是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格調的演員 OK 那 接著五月一號 我們是假期來的 所以我們有開門迎接 但是就沒有做節目的 五一個日 然後我們三四點 我和老婆呢 就走了 然後我才去執行李 那當然我執了兩個結 因為又說要戴很多衣服 不知道會不會凍 那其實我執完的時候 我都覺得 喂 我一戴一輩子 一隻二十六寸行李 一隻 但是裝不滿的 那 因為我的大行李 有一半已經擺公仔 因為我要帶兩隻公仔過去 要不然我睡不到 那 那 那 我已經說 老婆是不是可以戴一隻行李 你隨便吧 去買東西 我買東西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買 我連去日本也買不到東西 那結果 我沒有買東西 當然是沒有的 我老婆可能買了幾個 製品 真的沒有東西好買 那 我又不會這麼快 但我怕我忍不住 出來 或者我講 那個結論 我會不會再去歐洲 我想我也會再去的 可能明年去呢 那我兒子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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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兒子大學畢業 一定要去的 那我兒子現在 其實考完事 沒有工作 要回香港 那這次我們會無緣無故去 因為有便宜機票 那我老婆知道我老婆的 喂 我坐四五個小時飛機 都很糟糕了 那你說十幾個小時 十五個小時飛去的時候 如果我不回答Business 我是不會去的 十五個小時 是啊 回來是很糟糕的 十一個小時 那於是乎 因為在Business 可以做的 我上次講過 在咪前有沒有講過 不知道 咪後我跟阿正講過 四皮東西 那已經便宜了 不是 再多送一張Business 的短 一長一短 那變了 我就預約了 好像十月去日本 那樣 那你平時Business 如果去日本 我們都兩皮多東西 三皮東西 我不知道 因為如果這麼短 我認為可以搭Y-Cast 的 那於是 我老婆臨急臨忙 就預約了去 二十幾天 二十一天 好了 預約了二十一天 這樣減兩天 因為飛機上面過 十九天晚上 酒店 但是我只是去兩個地方 那個Panning 就是英國和荷蘭 其實當我第二天 當我去到英國的時候 有些當地的網友 還有 後來我第二天 認識了一個 叫Wuma 的巴基蘭坦 土生土長 就是巴基蘭坦 英國仔 他已經問我 How can you stay in 這個Netherland 那麽多天 其實我跟大家說 如果現在大家要去荷蘭的話 我可以做導遊 我沒有在荷蘭的六天 走了 不要說一輩子 走了一年都沒有走過 那麽多路 因為實在沒有地方去 其實荷蘭的嚴格來說 兩天 三天 和老婆去旁邊 是吧 兩三天 不是啊 我走完整條 紅燈區 還要訪問紅燈區 附近工作的人 是差在未訪問紅燈區的那些女生 那些才是指責 那些我們慢慢說 但現在紅燈區的生意很差 那麽是有道理的 基本上是找不到吃的了 所以 其實很多那些 房子呢 是招租的 嗯 那麽我們講到紅燈區 那麽我才講 我亦都去每一個地方 因為我太懶得閒了 我亦都會 去完之前 去之前或者之後呢 上網去看很多其他 喂 不是花邊 什麼什麼 直接看一些研究文章 就是幾千字好 悶那些 那些分析文章 那麽當然 荷蘭呢 都的確是一個 我覺得如果短期內幾個月 大家如果要去的話 相信我 我介紹你們去一間 唐人家的酒樓 因為在那裏 糟糕 我老婆在聽我們 那麽多幾個節目 我相信 在那裏我遇到一個 witchers 是來自香港 不出奇 讀石士在那裏 一年而已 她的樣貌 和身材 用一世來說 實在太誇張 這應該是我的十年 真的這十年八年 更加秀勵 沒想到 更好 更好過 正都牛腩那條女 那個好過 好過當的小龍女 好 好 好過當的小龍女 好多 好多 她說 我會知道 從香港 小龍女 你看那款也是有些大陸的感覺 大家可以私信我 單身男生 你們如果去荷蘭的話 我可以介紹你去 希望她還在這裏 即是二十年歲 又難說 即是不至二十年歲 我覺得她像二十多歲 畫三十頭 因為你可以是 做幾年再讀 有些人 即是二十多歲 她又像 三十頭 但畫三十頭 即是三十一二 亦不奇怪 為甚麼呢 她身材很豐滿 嗯 身材豐滿十五歲 都可以 但是那種不同 即是那些穩 是不同的 一看我們就明白了 好了 好了 我們這一節呢 現在十八分鐘 我呢 首先我都要講一下 我歐遊的第一天 嗯 好了 十幾個小時飛機 那我很害怕 其實 我一上機的時候 但已經太忙了 哇 那大家 猜到啦 哇 那就去到機場了 啊 啊 喂 Business 沒有多好 一定要去Lunch 雖然我知道 Lunch很差 之前我搭過其他一些 我已經覺得 哇 怎麼搞的那些Lunch 麵炸給我吃啊 那你當然很狠狠狠 在餐廳裡啦 但是 真的不是那麼狠狠 我試過吃 Hong Kong Express 那個呢 很多年前 我想七八年前 就很好的 那時候 即是酒店那樣 好了 那不要說那些啦 那上機好在 因為是夜機 他就說 我所謂沒有穿呢 喏 我呢 就是回來的時候 就是那邊的造機 那你睡不到嘛 在機上 回到來就是香港 昨天的早上 其實就累了 真的等著英國的夜晚 我不能睡 是吃的 昨天晚上八點幾個公司 做了桌面的事情 四個課場都還沒做 然後昨天晚上就睡 那就OK了 追犯了 但是呢 我今早其實我約了 要去辦一些證件 約了 九點十五分 怎麼知道我閘醒的時候 是八點五十二分 就是出門口 八點五十二分 九點十五分 但是到了我辦完證 之後呢 走出來 上回自己的車 都是九點二十八分 那為什麼呢 正正在辦證 就是在我家旁邊 銀器的嘛 是銀器的嘛 OK 但是 效率也是很快 當你感受到 正在歐洲十年 英國 你就明白呢 香港呢 有些事情真的很難取代 希望他 所以那麽多人仍然留在這裏 雖然我在那邊 嘩 屌你什麼 我在英國 在荷蘭 這十幾二十天 是我食堂餐 食得最多的日子 反而 反而 OK 而呢 最好笑的是呢 我有很多網友 其實呢 我去到我已經很低調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都知道 我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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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說 這間是我的粉絲 那間都不知道是否 就是每個人都叫我去給意見 指教一下 那我都去不了那麽多間 我想 幾十間 每一間都說 要叫我下去 給意見 那我去了幾間 就和你聊天 發覺呢 他們沒有一個人去做 餐館的飲食 在香港 沒有一個 但是每個人都OK 所以說呢 即是香港人 我就想說 他們能不能做 能不能做 我真的不知道 短短幾日 但是呢 他們一定能求生 他們都OK 那些東西 是有貼近 甚或超越香港的 我以前都不是說 什麼大賽 是說 牛腩麵 是OK的 以前有牛腩的 你們也有的 你們那個時代 也有的 有 是的 但是他真的做到 那你可能 因為現在呢 你多人在那邊 不要說 英國 就算去荷蘭 不是很多人去荷蘭的 但是 可能那些物流 已經不一樣 以前了 基本上要買的東西 你都買到的 那你材料而已 那當然啦 你付出的價錢 就貴很多 是不是 那麼 我歐遊 這次呢 我就覺得呢 我終於最後 只能夠這樣 其實我預計了 這次我的感覺 我預計了 但是我更加 能夠落實 會議文? 不是 就是 還是覺得日本最好 OK 是我第二天已經有這個感覺 你真的沒有辦法 那我已經是能夠 首先我發覺 就是我都能夠 首先我發覺 我在荷蘭的時候 我覺得我選了英文人 我覺得英文很厲害 完全沒有問題 去到英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我很差勁 為什麼呢 如果更厲害 當年生活沒有問題 我都只能夠聽到 七八成 反而他們都是口音 沒有英國 當然啦 你去到荷蘭 他們不是英語 那個母語 他們是學英文 反而你很好聽 反而去到英國 好像我有一天 我上去坐車 坐坐車 我問那些人 他們不斷說 Go go there The big white box The big white box 我到處在那裡看 哪一雙都是我的box 再問另一個 Over there Mr. That big white box box 好了 然後我真的走來 那些人 很久沒有了 然後有個黑衣 你知道很多黑衣 他說 The big white box 他自行 他見到我 原來他們說 Big white box Bus Bus 和Bus 他是三個人 在那裡 都是說Bus OK 那你不是說兩仗 OK 好了 我們不說 我們衝衝忙忙 終於下機了 我說第一天 現在是第一天 今天我會說 三天 哇 那屌你 肯定還有十點 不會的你放心 我們先看照片 大家要記住 其實這些應該要收錢 因為呢 經過我的口說出來 就一定是不同的 各位看看 我看到別人 為什麼會有這張照片呢 因為看到那些人 一定是抱這一張的 要自拍的 其實我拍了幾千張照片 七八張照片 七八八張照片 但主要是我老婆 所以我不鋪得那麼多 那我呢 那天 一天在5月1號呢 就搭飛機去曼城 我就不明白 我先回來研究一下 去呢 就十五個小時 回來呢 嘩 那個空姐說 就是給我聽見 他跟另一個乘客說的 less than 12 hours 嘩 他馬上問他 蛤 是啊 十個多小時 那我就馬上回來 我真的覺得很快 OK 其實要多久呢 那時候去希斯路 十二三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左右 所以呢 我下次如果再去呢 老實說 我真的聽這兩個 不如轉機好過 是啊 喂 轉機去那些可以 譬如我多敲一道 拜兩三天 玩完 你喜歡的 那些好一點 我覺得 你說如果 下去 睡在機場裡 八個小時那些 那些就不要搞了 真的 我試過 和玉敏去馬拉 我們送機尾 一群人和水王他們 睡在機場裡 乞衣 就是送機尾 也有 是啊 屌你送機尾 還要去哪裏 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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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梯都沒有收 就不讓他們上 那麼囂張 屌你了 好了 我們那晚是十二點 這一班機是好的 因為第二天你去到 就是那邊早上 那你就OK 好 再去 一下去 當然 這次我是幾段時間 大家有多清楚 第一 我是三天 在曼城 接著六天 就在荷蘭 然後回到曼城 但是中間 會到倫敦 所以我只坐了三天車 在原先的計劃裏 一落地 去到機場 就租了這輛車 他比較這樣的 喜亞我 這輛喜亞 跟著有故事 其實 我教大家看 因為是當地的網友教我看 那麼我們見到 他這間公司很厲害 為什麼呢 他的車很新 譬如我見到這輛AO73 即是幾年車呢 一連車 減50 73減50 即是二三連車 如果是VE73 如果你說AO16 那就不用選50 小數目 就一六連車 那麼這間公司的租車 全部呢 其實都很新的 那麼他比較 喜亞我 咦?有雲年喔 就是 拆入 就是 無所謂啦 Hybrid 那麼我 隨便啦 其實我無所謂 就是腳車的意思 OK 好了 那我就沒有了這輛車的 好去啦 接著我就去到我這間酒店了 這間酒店 去到的時候我覺得很荒涼 英國周圍都是這些 紅磚 真是很奇怪 去到英國呢 你會覺得 馬里諾 有一個紅磚的建築 我覺得很好 我們覺得它很classic 很decent 很英式 叫英國周 當然也是 對不對 好了 我們住這間酒店 那原來這裡呢 我去到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留意 剛剛去 就在這條行裡 叫做Travel 我忘記了名字 那條街 但是呢 我真的很難見 後來呢 第二天轉 我再回曼城 我又再租車 我是連GPS都不使用 你有沒有下過曼城 其實 有 他因為呢 如果說市中心周邊 計市中心呢 沙田 或者小過沙田 我覺得 OK 我連GPS都不使用 橫街摘巷 都來捐去 我都認識 OK 好了 我們第一次兩三晚 就是住這間酒店 好了 一check in 完之後 那 就一些 英國的老友 逐個逐個 就已經收回Whatsapp 那第一站呢 就去吃東西 那要吃東西的 大哥 那閹雞呢 那大家如果 就是 有看過網台 或者有看過我們那時候 那些敬科金國 當然知道閹雞 是誰 那閹雞去年 就租了去曼城 他之前就不在曼城 是在倫敦附近一些鎮仔 那後來他去過曼城 可能多朋友 很多東西吃 那他租了去曼城 他說 喂你來我那裏 拍我的車位 他有車位 他沒有開車 但是有車位 OK 那我沒有拍他的家 其實應該也拍了 是的 那叫我上去坐下 那我就開車 他就去他的家 好 下一張照 那這裏呢 就是閹雞 家裏的露台 走出來拍過來的 我反而覺得是日本的感覺 看這裏 那閹雞現在就租 我想六百多呎 兩房一廳 都是那些標準格式 那1200磅 都不便宜的 又不能說過 因為實際太多 要搶的 因為現在是萬成租這些 即是八萬 千多磅 那當然 你給我們聽下去 一萬一二元 那當然是其他東西 兩房一廳 有露台 有車位 那當然不貴 你跟香港付 是的 你跟香港付 就不可以付 那這裏就是閹雞 家裏的露台 那裏有一個open kitchen OK的 即六百多呎 其實很夠用的 好了 頂 我們就出去 萬成有一間叫 Ong Li Yu 的酒樓裡喝茶 那我去 他也都 其實他關於這間 Ong Li Yu 因為他們有份 招呼MIRROR 那我聽過很多秘史 是 MIRROR 秘史 是啊 那他的那些伙計 跟我說 嗯 那當然是我們 也是 我發覺他們真的很悶 我發覺他們 旅居海外的朋友 我真的懷疑他們 是不是聽了全港的網台 我聽得最多 香港 時事節目成 都是英國 我說什麼 是 我懷疑他們是聽了 我懷疑他們是聽了 港台有些什麼 以前什麼周庸 那些 那些人都想到 聽了 就是你在英國也是 是 我發覺他們真的是 你有沒有那些劉細良 你又有聽 他說的名字出來 你知道我什麼都不理 是 基本上我都不認識是誰 他又有聽你 又說是否認識 我真的不認識 我這個名字好像聽過 我最近有沒有見台長 我最近 老少那裡怎樣 我懷疑他們 我懷疑他們 這些是大名字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我懷疑他們 我懷疑他們 那間叫 Only You 的酒樓 那就是我們英國網友 我不想理他們 還是他們出外表 是做東的 我們看看吃什麼 好了 好 首先要這樣說 你看看樣子 是不是已經覺得美 OK OK OK的 你在那邊做個柱 只要他做法 他一定會贏 因為他的材料比較漂亮 嘗試執排骨 再去 牛帕葉 因為我最喜歡吃牛帕葉 好 再去 這個是包汁鵝掌 我很喜歡吃鵝掌 當然他不及我賣的鵝掌好吃 但是OK的 而且雖然我沒有比例 都是大隻多肉 OK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他會有鵝掌 但是又沒有鵝 那邊那個食燒鴨 那麼難怪 好 再去 這個大家搞清楚 這個不是冬菇 羊冬菇 這個不是冬菇 這個是包來的 那些 啊 裡面呢 這個是閹雞喊的 吵你什麼咬 我最初吃的筆 我沒有想為意 一夾下去 我顧著吹水 其實一夾到筷子 應該感覺到不是冬菇 就是你的包 然後我吵你了 我顧著吹水 吵你不為意 一咬下去 嘩 被那些熱漿包 我口唇也算了 吵你了 多熱啊 它裡面那些 流些什麼蜆汁出來的 黃色的 是 是 但是好吃的 牛沙 蛋黃 它是不是牛沙 好像椰有些椰香的 OK 很奇怪的 好 再去 那有這個燒 三拼 叉燒 燒肉 燒鴨 OK 好 做部相片 這一次 好像 這應該沒有 是 有 就把他們合照 我們合照 我們先看看 喏 接著我們跟居英網友的合照 喏 我那個不用說了 在 營光幕的左手邊 怎麼這麼爽臉呢 營光幕的左手邊 就是我們的老友記者 為什麼 是 右手邊呢 都上來《啤梨晚報》做主持的 是 梁哥雲立梁 那中間那個呢 阿租哥呢 就是呂英 34年 喏 他又有奇遇 有有奇遇 就是 在跟我 這次我真是黑氣前身 這個chip呢 我總共不知花多少錢 我想30萬 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跌也跌了10萬 那為什麼呢 我跟著那個flow慢慢講 喏 我想20多萬吧 好了 又不至於 因為我又贏錢 始終我去台山賭王 是 是 喂 我除了澳門屋 之外 我真的不想害怕 因為澳門的勢強 不知為什麼你進去 吶你什麼 複書吊金錢 人們都覺得吶你 都是會輸的 我去到 他到處都是賭場 我兒子帶我去一間 Jenting 即是雲頂 我一去到已經吶你 這些 索硬他 為什麼呢 他沒有壓力的 你買五磅就行了 嗯 只要你沒有壓力的 喂 只要心清素熟 又要夠毒 你夠膽贏他 那就收拾了多少 嗯 那麼 這頓茶呢 其實除了我們四個還有太太 其實這頓才是點心的 還有很多東西 他們是亂叫的 即是絕對沒有說 因為在英國 而就手 你知道我叫東西 我也是亂叫的 嗯 賣單 這一頓印象給我非常好 他賣單叫我猜 我真的猜不到 是九十磅 九十磅 即是說呢 九百元左右 如果你五個人這樣喝茶的話 香港也不行 嗯 但是僅限於喝茶 僅限於喝茶 因為呢 我這次在英國呢 或者在荷蘭 我發覺一件事 他這麼便宜 他不會有兩磅的東西 嗯 總之 例如他去吃東西呢 十幾磅 嗯 很貴 是吧 牛腩飯也十幾磅 牛腩飯也十幾磅 我兒子後來帶我去吃馬拉 馬拉 馬拉菜 我兒子去馬拉 住了幾年去吃馬拉 我兒子去吃那些印度炒的公仔麵 又十二磅 喂 我在馬拉 兩三馬拉 兩三馬拉 兩三領吉 兩三靠 即是五六 五六元而已 港幣 四五元而已 屌你老母 他不會因為這樣便宜 他一樣是十二三磅 是吧 但是你想吃你就要付 但是又怪 他貴極呢 譬如你吃龍蝦餐 怎樣呢 他當然也很貴 我未接觸過 我講一般 他又不會說 吵你八十磅一個人 他只是二十幾磅 那二十幾磅 其實二三百元而已 但是你吃龍蝦 吃的了 真的很古怪 那天 匆匆忙忙 乘搭飛機 和他們吃完一餐後 然後 就沒有什麼行程 我當然跟我老婆 當然要去 加入兒子 吃吃東西 那我兒子現在很厲害 那 自從他 其實我去之前那一支 他會跟我們說 他現在每一天 他已經考完事了 九十幾分 好等超值 準備去瑞士 那些不要說 他現在每一天起床 就去賭場了 那麼 榴槤賭場 中日 就玩到四五點晚上 即是五點 就回去 和盤基遊玩 什麼都賭 OK 那他 給我看見一件事 最厲害的就是 他已經對錢 很鬆手 譬如我 看球 買了脾氣的東西 波飛 我說多少錢 給他 那我看見其他支出 都是很鬆手 怎麼買得贏的錢 那麼當然 當然 贏錢不壞的 那麼我當然要趁機 做爸爸的教訓一下他 老實說 你說不讓他賭 就浪費了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不過我眼尾瞄著 我覺得他 都未至於那些事情 他應該聰明的 我希望他 自己吸收到教訓 因為他現在不斷狂索 他有日子幾塊 一千元 一千磅 他覺得很容易 但是我覺得 我未見過 始終 有的 如果他真的能夠做到 那些我認為是OK的 就是我老婆說 是有的 但是很少 包括我們玩股票 有些私人 其實是有這樣的人 即是不適生產 即是你說不適生產就好 賭錢 靠賭為生 有沒有 是有的 也有很多人希望這樣 但是其實 有的 但是萬中無一 不過他很快 他又要回馬拉 那是OK的 好了 講新聞 現在37分鐘 非常快 第一 杜拜王子 據說 這個私人辦公室 即是他在香港的私人辦公室 我不知道算是怎樣 行政總裁 麥小姐麥爾裔就說 杜拜王子 將會按原定計劃 五月底來講 咦 現在五月底了 嗯 不過確實日期未定 可能是六月底 超 你想到這樣 你是說什麼 你不如說 你說六月朕一定是五月底 即是最早五月底 是啊 你說話說到 中文都不懂得說 就不是按原定計劃 原定計劃 在五月底 他現在可能會在五月底來到 如果不行的話 他最六月底 他都會來的 日期未定 他比較忙 你這樣說 會站立一點 骨子一點 當然 你給我更加大感覺 就是 其實他是不是會來呢 你覺得 每天都可以 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問我 如果 麥小姐 他們的感覺 他不會來 我一定會把這件事 帶大 慢慢慢慢 不出來 不出來 別人問我 是吧 但是這個世界上 總有蠢人 是吧 總有蠢人 你都未拿到一些東西 以後要出來 先說 可能是那邊跟他這樣說 他就照演繹 但那邊 為何要六月底 為何未定到日期 現在是五月底 你說我六月七號 六月七號 六月二十號 是吧 老實說 老實說 你真的拿幾億來 老實說 有多厲害 是吧 我估到時候 應該由麗晶大酒店 去麗晶賓館 規模會差很遠 不會說 好了 今天呢 當然 重點就是 講 這個 叫 Matthew Chickey 的男人 竟然倒閉 海人也 就是 罵得妖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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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 其實是很嚴重的事 不過現在我們都見慣嚴重的事 所以沒什麼特別 就是英國國安法 告了三個人裏面 唯一一個鬼佬 這個 竟然 倒閉了一個 格倫菲爾公園裏面 詳細情形 不說了 大家熟過我 首先看一下 他的背景 三十七歲 做過海軍陸戰隊 英國的 美國那些我們知道很厲害 英國也不肯削的 做到海軍陸戰隊 很厲害 三十七歲 OK 那麼 他在這宗案裏面涉及什麼呢 涉及他 追債 你不肯被人 撥水 撥水進去 還有 撥水落行人家 還有 收穫了皮糕的東西 港幣 特務暗雞也是 那麼 真是很難說的 這個世界上 因為傢伙沒什麼錢 所以他可能覺得 千多磅很大 才這麼說 最好 喂 這個世界上 從來都這樣 以前你們做 我還沒見到這麼困難的特務 以前你們做的 你和蘇豪和 爆破地獄 爆破地獄 都不知道有多少宗案 在哪裏 阿公出來 屌你倆 你倆那些賊頭 搞定他 扔了五球出來 喂 吊你老母 拿兩球 扔三球出來 再拿 吊你老母 扔一球出來 再拿 扔五皮東西出來 再拿 三千人 吊你老母 不知道 喏 今天 他陸陸續續就爆料 如何掀起了這件事 喏 香港官方除了結露之外 其實沒有什麼人回應過這件事 那整件事 喏 我看這些資料 首先 就有一個 我就不出相 有一個債主叫做周田田 周田田 都Eatable 我想他 聽過名字都知道是大陸人 在香港有公司 就追究 他有一個伙計 即公司入面的董事 就是這個 Monica Monica Cron 其實這件事是打過官司的 在香港有 董事有紀錄的 但是他人就去了英國 那如果以前 喂 吊你了 我不知是民事還是怎樣 又沒有涉及刑事成分 當中又是 村桂桐的 他的債主說 如果以前可以引步過來 很簡單 那現在當然不會 那 於是乎 他又委託了這個周田田 一個香港退休警察 叫做卓榮的人 卓榮 原來卓榮呢 就和阿彪哥 我不說他的關係 袁從彪 即是說 特首的超哥說 哦 有印象 是拍了一張照 割席 雖然這張照片有七個人 三個鬼佬 四個唐人 課程一年 你竟然說 和他拍了一張照 那麼少對他沒有幾個印象 屌你了好沒有 喂 正常來說這四個人 簡直是親死指教 隨錢死大麻將 這麼懶惰 連我狗狗 喂 在澳洲 那不要緊 阿田田 就委託這個 真是認識的老友卓榮 這麼懶惰 一九幾走到英國 不要緊 我又認識老友 屌你了 阿彪哥 阿彪哥 就再說 哇 有這樣的事 屌你了 再找阿Peter 但這個Peter 也是警察 然後Peter 就再找 這個 今天法國暴斃的 阿Matthew 喂 叫他搞冷點他 OK 於是乎 因為是賭水 兇狗人 阿Monica 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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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人家是否報警 對 報警 喂 做什麼事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打開手機 喂 你真的沒見過這麼冷氣 喂 打開手機 你跟Peter這樣 然後找來Peter 咦 Peter又跟賭 彪彪這樣 有了對話 有了紀錄 重點是任電腦 查理他手機 因為他見到警察 手機 塞在內褲上 所以他懷疑你 喂 如果不是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不是這樣 你正常常 不要在內褲 不要在內褲 喂 在這些物件 分分鐘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屌你了 不要來追債 他未必理你 是啊 以外國警察 喂 還有你間諜他做事 你是不是應該 那些工作手機 要分開呢 那些 其他機市資料 那些 不要說分開 不是這樣拿出來 喂 你只看他那裡還好笑 買多幾部可以嗎 喂 根據起訴書 他裡面的對話 還要寫著 說 喂 我們的敵人 其實在說 羅冠聰 那些 然後又寫了 喂 喂 ETO 喂 We have to ask ETO 給錢 ETO是什麼 原來呢 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就是ETO 然後呢 順藤摸瓜 就摸了 Peter 甚至乎收過 ETO的錢 十六萬多 那為何他們做特務間諜直接 又不太好出錢呢 所以就是說 轉幾手啊 喂 屌尼出演啦 所以說 我真的說 你不要笑他 你出演也要走到密室出來出啊 喂 戲啦 再不是啊 大業大牌 再不是啊 屌尼有什麼來看電影啊 屌尼有什麼走過 到垃圾堂 屌尼有什麼 拿著公民袋 大家拿著公民袋 屌尼有什麼 撞到就交換 再不是鎖下保齡球的鎖卡 喂 你還要過贈給你 用ETO過啊 喂 你真是屌尼有什麼 老實說 我又不去分析了 你問我 你問我 喂 我覺得屌尼有什麼 是全部一抽要炒的 就是我覺得 如果我見到有人這麼混蛋 擺明這幾個騙錢的 對不對 這樣啊 好了 但我們不是說那些 大家講得太多了 喂 我們要分析一下 但是 他為什麼會死了 大家搞清楚 他在監獄裡面 這個Matthew 原來嘗試自殺過的 不可以被機留那幾天啊 不過 我覺得 英國佬真的 不想到 真的不行啊 表你露霧是 他的國安法可以保釋的 那幾條兩樣 喂 你不讓他保釋 就不會死人啊 我現在就明白 為什麼 我終於明白我們香港的國安法是多為我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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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資料啊 我看的資料不知道啊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用你的說法 我寧願繼續還押 不想保釋 這是一個說法 但是我看的資料就是 我自殺啦 如果你放我出去 我會再自殺 這是兩個不同的事情來的 那我呢 不知道啊 我就說 喂 他 如果是說那句 啊 如果我 你給我寧願 還押我不保釋 我出去會死啊 我出去會死 而這樣死了呢 那個推論呢 是兩回事 是兩件事來的 嗯 那我現在就用我 看到那個報道啦 就是說 他自殺不遂 那些人救回去 他說 如果你放我出去 我都會繼續自殺 那個推論呢 那其實呢 你再清楚這句說話呢 如果你真的敢說 他被人救回來 在獄裡面 在監獄裡面 在機留所裡面 他說 喂 你放我出去 我都會繼續自殺的 而那支援真是說 他都是要求 不要放他出去的 嗯 應該是這樣的 好了 所以第一個原因 我覺得他最大的原因 為什麼 假若是自殺的話 他就羞愧 太人羞愧 太人羞愧 他可能自己知道 之前 或者不知道 現在才知道 屌你老母 原來你過給 Peter 也十六萬 嗯 是吧 Peter 還說是我的朋友 嗯 嗯 屌你老母 你給我一千多磅 你不知道那些人樽很奸詐嗎 屌你老母 千多磅 喂 不要說什麼 只是 去海軍陸戰隊的同袍 我想他們當完兵之後 那些出路都不敢去做這些 制補公司 是呀 喂 千多磅 屌你能做這些 你不如在Harrows門口站好 好人過 這是其一 其二 當然 其實 你可以想 是有些外國政府 外國政府 想這件事降溫的 那我不說到這麼小了 或者 有些外國政府 想這件事升溫 都可以借住 這個人的死亡來做達到的 無論是降溫還是升溫 但我有兩個疑點 是 你說以死相逼也好 我之後會自殺 我之後會死你 為什麼英國會 都要被他保釋呢 第二 你是不是應該要保護他 有些人 當然 第三 如果他自殺 當自殺 有沒有遺書 為什麼公園自殺 這個是調查 所以現在這個調查之中 警方都這麼說 當然 有沒有可能 是 委託的地方的人 大家會向這方面想 死人最保守秘密 喏 我覺得 真是小 這一個 因為他吸數低 事業都不知道些什麼 不是 我不覺得 有些夠膽 這樣下命令的人 在香港 如果你是俄羅斯 機會就大些 但是我不能夠排除 我不能夠排除 上線 不能夠排除 當然 當然 就算要殺 你說殺完重標 可能他知道多些 這些是收命令 裡面 還要隔了一陣的中介人 再找他 他不是知道很多事情 老實說 你不會因為這樣而停了 因為 那個很關鍵的 那兩個其實 已經斷到正了 所以把水拿到他身上 但英國警方 是有些證據 沒有啦 所以這個很奇怪 除非三個都 什麼 先後 一齊 當然最後 你說會不會是 譬如有人這樣說 中方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不會 因為如果我是 不是 你說 你自己單是自己 敢碰他 嗯 我說 我跟你大家說 我預計這件事 真是可能很大 可能很大首尾 現在你看不到 好像沒有 你覺得 都不會是 現在很難猜 但是一個好地地 三十七歲 海軍陸戰鬥的人 不會無論如何死了 你要殺他 不容易 對他受過這些 對他訓練 不容易的 除非是毒的 但是你自殺的 那他有什麼動物 為什麼要自殺呢 雖然說他在監獄裏面自殺過 難道收窺 難道真的 為什麼 其實除了錢 拿得少之後 說笑 毒殺他做什麼 不是 你說收窺會不會 因為他是做一些 against 英國國家利益 就是已經是賭面 這個可能有 這個可能有 有什麼萬大事 有什麼打得了 你這樣問賊 俄羅斯毒殺人多 就不像 俄羅斯毒殺都是一些 異見分子 主要的 對你叛變 或者叛變者 主要的政客 在現在這個時候 這樣死 其實對這件事 究竟是更加激發還是怎樣 老實說 如果你是他們的幕後方 你不會做這些事 即是我就不會做這些事 他覺得他自殺可以保住 一些人的平安呢 先保住誰 我為什麼要保住 家人 那是怎樣 是吧 這麼嚴重 搞到要 屌你 於是乎要兇到家人 但是當然 你可以 我覺得 很難說 等多些資料再出來 但是這件事肯定是奇得不得奇的 三十七歲 正當成年 是吧 即是沒理由好嘛 休息一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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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